新老病院和法務部調查局台南市調查處 簽署國家主通安全連鋒和情主分享合作比方錄 簽署其是由到新老病院議長和法務部調查局台南市調查處長共同來主持 重點是控制加強主管控制令力 保護醫療主席未受外力來投資和破壞 上午新老病院和法務部調查局台南市調查處 簽署國家主通安全連鋒和情主分享合作比方錄 簽署其是由新老病院議長和法務部調查局台南市調查處 簽署處長共同主持加強主安奉後的任律 保護醫療主席未受到外力的投資 也是破壞 希望把兩個單位就這一個治安聯環的這個相互合作 也雙方分享彼此的這個重要的防護的這個資訊 希望能讓整個雙方對這個醫療聯環的這個基礎 更加的戰勝 也希望藉這個合作讓我們整個的安全防護 做得落實有效 來保障我們大台南地區民眾的醫療安全跟整體照護 新老病院劉西局醫療技術 別向地匯化醫療的時代 叫夢能夠自由合作比夢錄的簽訂 跟世界上級的調查局 主安專家合作 達成全面的主安方向 我們好多病人沒辦法來醫院 我們透過我們資訊 為它做遠端的一個治療等等 但是就牽涉到一些治安的問題 或者健保署用很多的新說用一張卡 就把病人的資訊在裡面可以完全的掌握到 但是又是影響到它的個資 因為好多的一些網路駭客 把我們很多寶貝的資料就會拿去 我們的醫院以前把所有的資源匯支快在醫療發展上面 可是現在因為治安的問題 我們有挪蠻大筆的一個資金 來做我們的防控 我想這是以前我們沒有想到 今天真的有機會跟我們的 南部的調查局一起合作 那希望藉著國家資源來協助我們 讓我們在這邊實驗當中 提醒我們有些資料 我們如何在保存 有些資料我們如何做安全的保護 補診這個非常重要 調查局表示 為了這支武宏魚叉市網路中魚 以及網路海勤事件的發生 降級孫海由來相關的單位 提供資料到相同的通報 提醒新老便宜主案的方向 維持正常的運作 透過合作對著幕後的駭客集團 記者檔個心檔空拆封博德